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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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赐子朱爽李鹰排在继承皇位的第一顺位上 然而朱元璋为何没有这样做呢? 首先从朱爽朱刚来看 这两人均为暴力昏贵之主 在自己的封国内均干过许多坏事 首先是朱爽 此人22岁就翻陕西 到了当地 他不思治国李民 却专门祸国殃民 此人喜好美女 将大量良家女子掠至家中 日夜纵酒淫乐 除此以外 他还在民间掠夺幼童 将他们阉割入宫当宦官 朱爽的丑事传到京城后 愤怒的朱元璋本想将其废掉 好在哥哥朱彪不断在旁边劝解 才保住了朱爽的性命和王位 回到封地后 朱爽仍死心不改 每天以纯酒美人以自愚 最终在40岁时报死 对于他的死 朱元璋反而有大快人心的感觉 他在诏书中写道 而以年长者守风于琴 在于永保陆位翻平地势 符合不良于德 静允决身 即使在追封诏书中 朱元璋仍毫不留情 接了这个逆子的短 还给了他 闽得恶事 虽然朱爽年长 但将天下交给他 无异于将百姓置于水火 因此朱元璋无论如何 也不会将其立为太子 晋王朱刚 此人均是才华出众 不下于燕王朱弟 但此人也是个不休德行 肆意妄为的主 史书中说 朱刚奸诈 姓骄 再国夺不法 当年一度有传言说 他要造反 对于这样的逆子 朱元璋同样不会将皇位交给他 最后来看看燕王朱弟 相比于其他王子 朱弟没有丝毫的顽固习气 救国后 朱弟同样遵纪守法 不轻易造次 就如明史所言 燕王在国 辅众安静不饶 德军民心 众贤为其有军人之度 除此之外 朱弟还多次出赛攻打蒙古 立下了不少战功 对于文武全才的朱弟 朱元璋是相当欣赏和喜爱的 甚至多次曾想将他立为太子 但是最后 朱元璋还是忍住了自己心中的冲动 关于朱元璋为什么不传位给朱弟的问题 事实上 朱元璋这么做主要有三大原因 就是因为这三大原因导致朱弟能力再强也没有用 朱标去世之后 朱弟之所以没有被传为的第一个原因 可以归结为因为他的政治势力不足 朱弟作为朱元璋的四子 按照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传统来看 根本就没有成为太子的可能 长子朱标成为太子 朱弟作为藩王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事情 然而 随着太子朱标的离世 但是事情也就变得不一样了 朱标去世以后 朱元璋非常苦恼要传位给哪一位皇子 只能选择先听从大臣们的意见 而这个时候 朱弟的劣势就体现出来了 由于朱弟常年在外 导致皇宫中根本就没有一个自己的亲信 朱弟看似最有机会 但其实在大臣中没有几个人去推选他 这就给了一直在皇宫中继续势力的朱羽门机会 大臣们纷纷推举朱允门即位 朱允门这才成为太子 第二个原因就是朱弟的能力问题 相比较朱标和朱允门来说 朱弟主要出彩在军事能力方面 在治国能力上并不突出 当时明朝刚刚经历战乱 正是需要发展的时候 朱弟的能力得不到很好的发挥 甚至有可能会穷兵前舞 倒是朱允门继承了父亲朱标的人政思想更适合执政 朱元璋虽然是武将出身 但这一点他还是非常清楚的 因此朱元璋才会选择让朱弟继续镇守边疆 抵御外地入侵 让朱允门安稳国内的局面 这也是从大局着想 最后一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朱元璋的偏爱心理 朱元璋这个人有点奇怪 虽然他自己非常热衷铁血统治 但他却对抱持人政思想的朱标十分偏爱 更甚至他还将这种偏爱 后来直接转移到了朱允门身上 朱允门非常善于审时夺势 当他注意到朱元璋对自己有所偏爱的时候 就立刻哭到在朱标坟前 还屡次委婉表达自己会施以人政 果不其然 朱允门在与自己叔叔朱棣的太子之争中获胜 成功登基 不仅如此 朱元璋甚至还为朱允门铺好了路 将朝中有能力造反的人全部除去 力保朱允门能够顺利执政 回首当时的局势 毕竟扶重的朱标已经死了 朱元璋必须确保朱允门成功 他的用心良苦可见一半 从上述的介绍来看 朱棣不被传位的三个原因还是挺致命的 只是尽管朱元璋的想法是好的 但朱棣明显不会屈于人下 再加上朱允门及其背后的大臣有能力不足 失败也成了朱定的命运 事实上自从朱标去世 朱允门登上太子之位 朱棣就开始在自己的封地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朱元璋也知道 彼时的朱棣有权有势 不会甘心居于自己的侄子之下 奈何 他对此也毫无办法 只能下令朱棣不能回访京城 除非朱允门同意 朱元璋离世以后 朱棣本打算借助回京祭奠之际 试探一下朱允门的态度 没成想朱允门压根就没有允许朱棣回京 这大大激怒了朱棣 另外 朱允门在上任之初所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削弱藩王的权利 朱棣也没有幸免于难 这次书之间的矛盾彻底爆发 有意思的是 在薛藩之时 朱允门深感朱棣的威胁之大 就派遣了大量人手监视朱棣的一举一动 只是 朱棣却一力详实惠 毫不掩饰 直接出兵对着朱允门杀奔过去 论军事能力 朱允门可要比自己的叔叔差远了 很快朱允门就败下阵来 只能借助地形优势勉强抵抗 这才勉强挡住了朱棣 然而 天有不测风云 朱允门手下的一位大臣突然谋反 跑去朱棣那里告密 朱棣没有放过这次机会 长驱直入直倒黄龙 最终朱棣成功攻破南京 以把大火烧遍整个皇宫 而朱允门则在这场大火之中不知所踪 朱棣在靖南之义中完美胜出 成为了明朝的第三位皇帝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朱棣的皇位虽然是通过篡权夺来的 但是他登基以后 并没有如朱元璋当初预想的那样 雄兵前舞 而是一丝不苟地治理整个明朝 他是大明王朝 又经历了一个盛世 史称永乐盛世 不得不说 朱元璋也会有看走眼的时候 相比起朱允门来说 朱棣还是强太多了 倘若朱元璋可以平和地看待太子候选人 或许也就不会有靖南之义爆发了 那么朱棣之所以当不了太子 还可以从一份朝鲜史料得出原因 由此解开朱棣没有被立为太子的谜团 洪武22年 朝鲜史臣全境曾在北平拜见燕王朱棣 但是碰巧当天是朱棣母亲的忌日 所以没有立即得到接见 后来权势驻有奉使录 记载了这件事 其中写到了成祖生母的忌日是7月15日 而马皇后的忌日却是8月初十 史料记载 朱棣的母亲是马皇后 但从这段记载来看 朱棣的母亲另有其人 而根据中国史学家的考证 朱棣的生母确实不是马皇后 而是名不见经传的公妃 朱棣发动靖南之后 一再宣称自己是 孝慈高皇后 嫡子帝国至亲 当了皇帝后 她更是自称为高皇后嫡子 撒起晃来 简直脸不红心不跳 据说朱棣称帝后 在南京修建大报恩寺 说是报答高皇后的养育之恩 然而实际上 寺内正殿却供奉了她的生母 只是此殿经常封闭 外人难得一见 因此朱棣的身世之谜 才成了后世的争议点 朱元璋是一个极其重视封建宗法制度的皇帝 在她看来 宗法是立国之本 是维护家庭 治理天下的万能良药 如果朱元璋隶数子朱棣为太子 无疑破坏了自己一贯的宣传 因此 朱元璋理所当然的选择了朱镖的儿子朱允闻 并认为只有他才能让天下更稳固 但是朱元璋这次却看走眼了 朱允闻最终败给了老辣的朱棣 致使花夏百姓遭受了一场无妄之灾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